而美股大跌台股今天也在平盤下游走 测试了8500点的支撑力道 钢铁股今天是表现强势 是多头的撑盘主角 另外被改列为文创类股的线上游戏族群 今天也是很抢眼 同样成为盘面的强势指标 至于新上任的宏基全球总裁陈俊胜 昨天首度亮相 畅谈改造宏基的计划 不过宏基今天股价在平盘附近震荡 并没有激情的演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